我可以在这里做比赛 再简单的 请记一下今天的比赛 我觉得今天打的 可能我今天打的比较正常 我觉得相对来说对手可能搬回的比赛比较好 我觉得她今天的第一局 她一直领先吧 可能在第一局就被她加强一下 第二局她可能自己干了一些错误 自己做的就是 尽量的尽量做就是 自己尽量的不安做 所以中期做的还有最后很厲害 总共的多重 整局今天我身体是普通的 看来今天是普通的 看来今天我身体比较好 所以在BAP1,LOOKNYO 这 Раз oder,邪说他就练习掉了 这次有没有设定什么目标呢在一年呢 目标过一年 过一年 过一年 好 targetnya menamb了 32个 16个 target saya 如果 peunggulan lawan hari ini seperti apa 那今天 他有什么 优势呢 你觉得比较难打的地方 刚刚那个 律手 他有什么优势 他有什么优点 是你今天比较难打的 就 他优点非常多 首先他的速度非常快 然后他的进攻 然后他的 球攻都非常的 非常的凶 然后 包括他的一只盘子 还有 就是 就 玩强拼搏精神 我觉得 都非常好 因为毕竟也拿过 事情在外面嘛 所以我觉得他 有很多 所以 他有很多 挑战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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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什么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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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因为我觉得先要一步一步来 但是最后目标因为我现在已经到了前十年 所以我当然是想越往前越好 争取这些能进前八年 现在已经在前十年 我现在已经在前十年 已经已经在前十年 这些能力是在前十年 其实影响不太吧 是想保护自己的 是 他在前面的最高10 所以他在最高10的步驟 所以他在最高10的步驟 所以如果能够到最高10的步驟 所以如果能够到最高10的步驟 很高興 謝謝 謝謝 謝謝